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法律老师老赵 今天我们开始讲解第三章内容 行政处罚法律制度 我们看一下本章的考清分析 本章在历年考试当中 各种题型均考察到 单选多选综合分析题 要注意行政处罚法 结合着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考综合分析题 官对民做个处罚 你感到冤了 民告官到法院提起行政 复议民告官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结合着行政诉讼原告被告的确认 以审程序证据来进行考察 那么我们预测今年的分值五分左右 行政处罚法 是2021年的7月15号实施的进修订的 法条变化力度很大 以前呢是64个条文 现在是86个条文 增加了22条 牵扯到70多条进行了修订 所以同样注意 那么新修改的都是近两年命题的重点 有去年是第一年 那么今年是第二年 很多法条都具有可考性 所以有的同学啊学习很聪明 学习每一章之前要干什么呀 关注一下本章的相关法条 它的依据 你可以拿着行政处罚法法条 看一看预习一下 有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他修订修改 拿着基本精神 在拿着法条当中体现 便你听课啊 有很大帮助 那么既然是近两年新生啊 这个变化比较大的 那么行政处罚法 今年仍然是考试的重灾区 命题的重点啊 要引起重视 那么考什么呢 你要程序性内容啊 例如行政处罚的决定程序 简易程序 普通程序 听证程序 简易程序 我们在去年就直接考察 但今年的教材变化 有三三简解 一定要看新书 听新课 做新题 有很多内容啊 变化吗 没有变化 但是它重新表述了 有些内容进行了一些酸解 你看行政处罚的简易程序 今年教材就有所调整 那么一般程序当中 很多法条的顺序啊排列啊 都进行了重新排列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听课 那么听证程序 这些都是命题的重点 学习过程当中 要注意一下税务行政处罚 你看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在2021年就直接考 难度并不大 啊 难度并不大 我们是考税务时 要关注税务行政许可 税务行政处罚 研究一般规定 特殊规定 那么本章内容呢 我们分四个单元来进行讲解 第一个单元讲行政处罚的概述 总类和设定 要注意行政处罚的概念 自2021年行政处罚法重新界定的 以前的都是学理概念 不同的学者下不同的定义 2021年呢 行政处罚法对处罚的总类 进行了界定 以前这个怎么叫行政处罚 什么情况下处罚 这个处罚不清啊 界定不清 标准不准 那么现在呢 又明确界定 行政处罚的总类 具体列举项也进行了增加 行政处罚的设定 这一块都有所变化 有所变化 扩大了这个地方应法规啊 他们的补充性规定 不是用规定 所以这一块要关注一下行政处罚法 新修订的内容 所以历年真题啊 你记住 只有2021年的真题 你可以参考一下 2021年以前的真题 你就引起重视了 因为我们的法条 86条牵扯到70个条文左右 都进行了修订 修改 要么是增加的 要么修改的 旧的法条 几乎很多都不管用了 所以这些都要看新书 听新课做新题 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 管辖和适用 特别是管辖和适用 这一块变化也是很大的 现在在处罚适用上 既要重重处罚 还要什么呀 保持什么呀 既要有力度 还要有温度 首次违法 清洁清危的可以不法 是可以不法 重则重划 轻则轻划 所以这一块在适用上 它既体现出力度 也体现出温度 在管辖上 推行这个综合执法 综合执法 那么执法权的重心下移 往基层验伸 所以同样注意 这一块变化都是很大的 那么行政处罚的程序 简易程序 普通程序 听证程序 这些要注意 在执法过程当中 全过程记录 执法过程 这个记录仪 全过程记录 你不能某一段记录 要进行公事 重大的违法 要进行审查 这些都是新增的制度 这前三个单元 体现出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你要关注2021年7月15号 实施的这个修订后的 行政处罚法条 那么第四个单元 税务行政处罚 特别法条规定 你研究了一般规定 要关注税务机关 进行处罚它的种类 四个 它的一些特殊规定 所以同学要注意一下 先研究一般规定 再研究特殊规定 总共是四个单元 下面我们看单元一 大纲框架 需要我们掌握的是 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贯穿失踪的 这个在历年考试当中 我们考过过发相当原则 无处罚无救济 它保护谁的权益啊 不是保护行政机关的权益 是保护老百姓向对人的权益 我们说行政法的特点 就是控制行政权 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那么这些基本原则 我们在历年考试都考过 行政处罚的种类 要注意重新界定 增加了很多 增加了很多 以前只有警告 现在有警告 通报批评 通报批评 精神法 都是行政的 行政处罚的设定 这都是需要掌握的 我们给出三颗星 行政处罚的概念和特征 是了解 要注意行政处罚的概念 行政处罚法 有明确界定 我们以前考过 行政许可法的特征 你要注意 今天考过行政处罚法的特征 这也有可能 你行政处罚 是以违法为前提 你违反了这个法律规范 受到一种惩戒 你随后我们讲的 行政强制措施 是不一样的 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止行 行政强制措施 暂时性的 你可能没有违法 防止危险的发生 来采取的一种措施 它是有区别的 下面我们关注具体内容 行政处罚法 规定行政处罚 给它明确界定 是行政机关 以法 这告诉他 行政处罚的主题 是行政机关 以法 以法来处罚 对违反行政管理次序的公民 是违法为前提 违反行政次序 公民反其他组织 以减损你的权益 增加你的义务的方式 予以惩戒的行为 所以这些关键词 很明显 行政处罚 是行政机关 以申请 还是以职权 那一定是以职权的 谁也不会说 我难受 你罚款我一百万 以申请的 那很明显是错误的 行政处罚 公民反其他组织 违反行政管理次序为前提 官对民的一种惩戒 惩戒 那怎么惩戒 减损你的权益 你的财产权 进行罚款 没收你的非法所得 减损你的财产权 增加你的某种义务 限制你从业 人家能做 你不能做 叫职格罚 叫行为罚 人身自由罚 行政拘留15天 所以同样要注意一下 增加某种义务 来一种惩戒 我们讲啊 行政处罚 他点出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 还是与教育 能教育 我们要教育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要惩戒 但是光教育不惩戒 行不行啊 那是不行的 没有痛 他是不会痛改前辉的 这些概念呢 你要注意理解 那考试考什么呀 要注意一下 考他的特征啊 概念和特征 一些问题的两个方面 问你行政处罚 是以申请的 还是以职权的 你倒是以职权的 外部管理的 具体行政行为 他当然是损益的 不是受益的 损益的行政行为 是对向对方 公民反其他组织 违反行政管理 秩序的一种惩戒 怎么来惩戒啊 减损你的权益 进行罚款呀 贸受惠罚所得 增加你的某种义务 限制你的行为 限制自由 好 这个概念搞明白了 那特征也就出来了 行政处罚是 职权的 以行政向对方 违反行政管理 次序为前提的 进行惩戒的 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 当然是一种损益的 行政行为 好 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要注意 首先体现的法定 行政机关以法 是吧 法 首先呢 处罚这个设定权限 设定权 谁有行政处罚权 是吧 依据法定 你要我们的税务行政处罚 依据税收征官法 依据什么什么法 税收征官法 主体行政机关来实施 同样要注意一下 要委托 委托有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受清的组织 你要委托 你要委托有 公共职能的组织 当然委托 要以委托方 不能以受托方的名义 以委托方的名义 所以主体是法定的呀 程序法定 如果你行政机关 做出行政行为的决定 违反了法定程序 同样要注意 构成重大 窃明显违法 窃 法条当中有窃 有和 这都要说完整 你不能说半截话 或者法条有病 有病 有窃 有和 都要说完整 不能说半截话 法条当中是或 或者 那就是二选一 你说半截话 这个命题是正确的 程序法定 你行政机关呀 你在处罚过程当中 违反法定程序了 该听证没有听证 重大且明显 违法的 行政处罚是无效的 关于什么情况下处罚无效 行政处罚法 有明确决定 以前什么情况下无效 不明确 不明确 假设你没有行政主体资格 实施处罚行为 无效 有明确规定的 程序违法 严重且明显的 会造成什么呀 无效 你才造成不严重呢 那可测销呗 则令你重新做出行政行为 这同名要注意 接下来是行政处罚 公开 公正 过发相当 过发相当 我们在前面讲过 合法合理 它体现合理性原则体现 公正是处罚依据要公开 你进行税务行政处罚 依据税头贞观法 那税头贞观法 都是要公开的呀 处罚的执法过程 要公开 按照行政处罚法 作为行政执法人员 要有执法资格的 并且要表明身份的 要执法上岗 这个要赤证上岗 都有执法资格的人员 不是行政机关的工作员 都有执法资格 现在要 你税务机关 你看有考税务执法资格 同样的注意 并且你在执法过程 当然要表明身份的 公开举行听证 处罚决定这些内容 都要公开 这体现了公开 依据公开 执法过程公开 那么公正呢 要防止偏听偏信 要使当事人了解 其违法行为的性质 并给予其陈述 申辩的机会 允许当事人进行 陈述和申辩 这体现了公正 要防止你自己查 自己断 实行审查的 和处分的要分开 审查的和执行的 要分开 要执行分开 从职务上 要保证公正 作为人性啊 都是有弱点的 你不能到自己来审查 自己来决定 自己来审自己 这从人性上是向违背的 这就我们讲的 自己不能是裁判员 又运动员 这从职务上就是向违背的 那怎么来保持公正啊 要向分离 要向分开 分开 查处的 审查的和执行的要分开 不能自己查自己 自己查自己 自己来断自己 这都体现了公正原则 不但要体现了实体公正 还要体现了程序公正 这讲公正 那么过罚相当呢 过罚相当 重过重罚呗 轻过轻罚 我们再讲行政 处罚适当原则 适当原则 就是过罚相当 要适当 重罪 那就重罚 你轻的就轻罚 首次违法 我们可以有温度啊 你情节情维 可以不罚 有自由裁量权 可以罚 可以不罚 这就执法 只要有力度 还要有温度 做出处罚 符合设定处罚的目的 一定要注意目的 相同的情况 相同的处罚 你不同的违法行为 不同的处罚 你和相同的违法行为 我看人瞎猜点 行不行啊 那是不行的啊 处罚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你不能用灰烯打打打 从大炮去打文字 是吧 合物情理 且有可行性 符合客观规律 这都体现的过罚相当原则 你注意他里 考里面的文字啊 哪些是行政处罚 法的过罚相当原则体现 给你搞ABCDE 那你选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处罚这是手段 教育是目的啊 来惩戒 惩戒之后 你不敢违法 不敢违法 你要违法了 都要受到惩戒 保障相对人权益言则 这就体现出控制行政权 保护公民权 一定要注意啊 行政法的特点 都是保护 相对人的权益 民的权益 行政权力 是吧 来控制他 权力不能任性 按照法定程序来实施 按照法律授权来实施嘛 公民法 其他组织享有陈述身边权 处罚决定之后 你 感到冤了 可以申请复义诉讼 那照着好眼熟啊 这在行政许可当中 叫救济原则嘛 那么在行政处罚当中 叫保护相对人权益 那对行政处罚来讲 只要有处罚 必须有救济 那反过来讲 没有救济 就不能有处罚 无救济 即无处罚 体现出 哪项原则体现呀 保护相对人权益体现 这个我们考试考过啊 这个在19年前后啊 20年我们考试的考 选择题 选择题 无救济 即无处罚原则 是哪一个内容的体现 无救济 即无处罚 是什么原则的体现 是保护相对人权益体现 不是处罚交易相结合原则体现 监督制约 只能分离 这体现出我们的 在行政处罚过程当中 有权利必有制约 没有制约 这权利就是魔鬼 接下来是一事不二罚原则 严格的讲究 叫一事不二罚款 一种违法行为 只能给一次罚款 你说能不能给两次以上处罚呀 当然是可以的 你一次违法 不同的机关 在罚款的时候 只能罚款一次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叫雷管 炸鱼案 雄大 拿一个雷管扔到黄埔江去炸鱼 大家想一想 雄大这个行为 它构成 多个违法行为啊 多个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听到 按照自然管理处罚法 对雄大可以处罚 对吧 环境保护部门 诶 污染了环境 可以对雄大进行处罚 愚政部门 对雄大可以处罚 就雄大的一个 抛了一个雷管去炸鱼 这一个行为 按照不同的法律 多个行政机关都有处罚权 都有处罚权 那赵老师 那能不能都给罚款呀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 雄大的同一个违法行为 多个机关 能不能给多次一上罚款呀 不可以 不得给两次一上罚款 但多个机关 做出多种处罚总的行不行 可以 公安机关来的跑得快 那就罚款 环境保护部门来了 没抽 非法所得 通明要注意一下 愚政部门来的最慢 最慢的话 自信一下警告了 警告了 不同的机关 给不同的处罚种类 是可以的 但罚款只能罚一次 谁跑得快 谁罚款呗 要理解啊 同一个违法行为 违反多个法律规范 应当给罚款处罚的 通明要注意 你同一个违法行为 但雄大同一个啊 税收违法行为 按照不同的法条依据 给予的罚款额度不一样 你按照第一个法条依据 罚款300万 按照第二个法条依据 可能罚款500万 就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 不一样 罚款的额度不一样 我们是从重处罚 加大这个处罚力度 体现了行政处罚法的 从严原则 既要有力度 这体现了力度 按照罚款额度高的规定来处罚 行政处罚法的修改就是 既要有力度 还要有温度 这就体现了力度 从重处罚 就同一个违法行为 按照不同的法律法规 这个规范都可以给予罚款 罚款的额度不一样 按照从重 额度最高的 罚款额度高的来处罚 所以一次波尔罚款原则 这个叫法是比较准确的 一种违法行为 就同一个违法行为 只能给一次罚款 依据不同的规范 给予罚款额度不一样 就高原则 罚款额度最高的来处罚 这起到惩戒作用 所以关于行政 处罚法的基本原则 一次波尔罚款原则 保护相对人权益原则 过发相当原则 我们在历年考试都出过题目的 大纲要求也是掌握的 我们看一个多选题 合理行政原则要求 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 应做到过发相当 即做出的处罚应当符合什么 过发相当 设定处罚目的 法定目的 设定该处罚的法定目的 设定该处罚的法定目的 要符合 应当符合这个处罚目的 无究竟即无处罚原则 这个不选 它是单独的一项原则 并列的 给处罚相当原则 它是保护相当权原则 情理要符合情理客观规律 没问题 程序公正 我们的程序公正是公开公正原则 你知道B和D呢 它有独立的 B是体现了保护相当权原则 D呢体现了公正原则 符合比例原则 这个当写 你看都是书上的文字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我们考试肯考书上的表述 这就告诉大家 教材的重要性 一定要在基础阶段 手中至少要有一本辅导书 辅导书 所以通常要注意一下 至少要有一本教材 这边要有一本教材 要守不立书的 一定要通读一下 关于行政处罚的总类 行政处罚法 进行了具体的列举 一个是法条规定的 行政处罚法第九条明确有规定 是吧 有警告啊 通报批评 那么从学理上 这是学者们理论上 给他下的定义 那法条规定的 是行政处罚法 2021年7月15号 修订实施的 这个法条规定的 那么理论呢 是不同的专家学者 给他叫做成为呗 我们教材上精神法 同学要注意一下 也要深界法 精神法 让人痛苦 人呢 无非是精神上的 物质上的 一个是精神让你痛苦 那你违反了行政管理次序 怎么来承介呀 警告 通报批评 中国人都爱面 让你没面子 是吧 这个通报要自己 叫精神罚 那第二个是财产罚 财产 罚款 没收非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 假设你卖假药 卖假药 卖了100万 这100万没收 要非法所得 那赵老师呢 还有假药没卖完呢 在库存的 这非法财物 都给你没收 卖假口罩 是吧 假药 没收非法所得 非法财物 当然是财产罚呀 这人的权利啊 我们讲 剥夺你的权利嘛 增加你的义务 那都是痛苦的事情 减损你的权益 财产权益 人的最重要的权利是什么 生命权嘛 说中国 这个抗疫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这就是不保护人权呀 美国口头说人权人权 结果死亡上百万 上百万 人的最基本权的就是生成权 没牵到自己头上 自己的家人 亲人的利私 这对一个家庭伤害是很大的 所以说我们讲啊 人的最基本权就生成权 就生命权 接下来是什么 自由权 财产权 但行政处罚呢 他不存在剥夺生命 啊 剥夺生命 那么对治安人最严厉的就是行政局留呗 限制自由啊 最轻的就是警告通报批评啊 最严厉的最轻的 那么财产罚 干掉你私人财产 当然是痛苦的啊 财产都是触及灵魂的事情 行为法 战扣许可制 降低资质等级 我们知道这个对纳税企业来讲 你是五一级纳税和三一级 那不一样 不同的级别 是不一样的 对企业来讲 你要四一级以上啊 五一级以上 三一级以上 作为一个企业 假设一个基金会 你三级以上 四级以上 这个评级好的话 在税务上可以减免 这些减免 那降低资质等级 那是一种惩罚呀 吊销许可制和战扣不一样啊 吊销许可制需要 听证 战扣许可证 不需要听证 要注意啊 所以我们讲哪也需要听证 你看责令停产停业呀 责令关闭呀 限制从业呀 这都要听证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这不需要听证 不需要听证 这行为法吗 别人能干 你不能干 责令你关闭 限制你从业 假设你卖假药 略药 终身禁业 终身就不能再重拾药业 从事卖这个药品 这就是行为法 那么行政拘留属于人身自由法 只有法律来规定 限制人自由 人身自由 这人的基本权 就是生命权 自由权 财产权 当然这是一种惩戒 那么第六个是 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了其他行政处罚 这是兜底条款 不得条款 那么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看到 必是中央立法 法律行政法 规定了行政处罚种类 那造成的地方性法规 能不能去设定 具体的行政处罚种类呢 这个必须有授权 必须有授权 必须法律行政法规定的 现在行政处罚的种类 他给你列举了 现在社会上无法拔门的 可能这些处罚种类 例如强制教育 游街 你要违法了 游街 站大街 罚港 假设你要去违法了 咱管理部门 市场监督局能不能说 我没有行政居留权 我让你去游街 行不行啊 有没有游街 游街示众 有没有这种处罚种类啊 这些都不适用行政处罚法 行政处罚没有列举 游行示众 示众 进行什么强制教育 不限制人身自由 不行政居留 我让你在一个小黑屋里 我教育你20天一个月 强制教育你有没有这种处罚种类啊 像这些种类 行政处罚法没有列举的都不能适用 还是要严格适用的啊 不能这个行政机关自己去创设行政处罚种类的 关于这个行政处罚的设定 法律 就全国人大 人大常会 他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种类 对吧 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种类 我们知道行政居留啊 只有法律来规定 只有法律来规定 行政 国务院行政法律都不能来规定 你看他是 减去限制人自由吗 限制人自由的是法律保留 行政法律可以设定除了限制人自由的 之外的其他的所有的行政处罚种类 行政法律都可以设定 那照说地方用法律呢 地方用法律限制人自由 对企业最严厉的吊销营业执照 这个地方用法律不可以 地方人大不能设定 你让部门规章呢 只能创设警告通报批评 一定数额的罚款 出发种类都比较小了 关于部门规章 你像国家税务总局 他设定这个罚款的额度 上限由国务院来决定 有罚款到底罚款多少 报国务院来决定 地方政府规章啊 他只能设定警告通报批评一定数量罚款 关于你设定的罚款额度 报同级的省级人大常委会 不是人大啊 因为人大是临时性的嘛 是人大常委会 省自去自家市人大常委会来规定上限 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一定数量罚款 罚款的额度上限 地方政府规章是报省级人大常委会规定 部门规章是报国务院来规定上限 关注一些细节 关注一些细节 我们讲行政许可的创设 是部门规章是不能设定的 上位法有设定的 下位法能不能设呀 上游下午 单可以具体规定吗 具体来实施 在具体范围内来具体怎么来规定实施 是可以的 那么按照行政处罚法 这个修订啊 扩大了行政法规地方应法规的行政处罚设定权限 我们呢 这里面要注意 它可以补充设定 补充设定 但是也不是你想设什么设什么 要采取民主的方式 这个法条要注意一下 是新增的 规定上位法对违法行为未做行政处罚的 假设法律对这个行政处罚总类没有规定 行政法规和地方应法规为实施上位法 可以补充设定 行政处罚总类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上位法对违法行为未做具体行政处罚的规定 因为法律一般是滞后的嘛 上位法没有规定 但是社会当中这种违法行为很多 为了管理这个社会秩序良性运转 行政法规地方应法规都人大啊 为实施上位法 可以补充设定这个行政处罚总类 这里面可以补充设定 就扩大了他们的设定权限 扩大了行政法规 地方应法规的设定权限 但是要对这个补充设定行政处罚 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形式 广环听取意见 就这个补充设定啊 要听取名义 听取名义 这必须的啊 为了管理这个社会秩序 并向自定机关做出书面说明 并是必须的 听取名义 向自定机关做出书面说明 行政法规 地方应法规 报送备案 应当说明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 为什么要补充设定啊 还是比较慎重的 还是比较慎重的 就扩大这个 行政法规 地方应法规 处罚 这个设定权限 还是比较慎重的 要履行法定程序 听取名义 广环听取意见 向自定机关 说明 要进行备案 还要 去说明 这都应当 强制性的 补充设定的基本情况 这是一个法条 有的时候我们直接靠行政处罚法的法条 那讲到这里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知识点 行政处罚 基本原则 三个知识点吗 需要掌握 关于什么叫行政处罚 以职权的 以公民法案其他组织 违反行政 次序为前提 又实施处罚前的机关 那对向对人进行惩戒 来减损你的权益 增加你的义务 增加你的义务 概念搞明白了 要注意行政处罚法 法定原则 依据法定 执定 法定 主体法定 程序 你违法了 就违反法定程序 重大且严重的 明显的 那就无效的 这个行政处罚是 无效 就是致死无效的 公开 公正 执法身份公开 过程公开 公正 不偏听偏信 过法相当 符合比例原则 理性 符合客观规律 客观情况 符合设定处罚的目的 处罚教育相结合 保护向对人权益 无救济 就无处罚 监督制约 只能分离 一事不二罚款原则 当事人同一个违法行为 只能给一次罚款 同一个违法行为 以及不同的规范 给不同的罚款的话 按照额度较高的 这就体现了这个从重处罚 加大这个惩戒力度 不敢违法 当然这些考试 我们历年考试 这些都是容易考的 大纲要求都掌握的 行政处罚的种类 按照行政处罚法条 人身自由法 有行政拘留 行为法 有责令 产产停业 限制从业 暂扣 吊销许可制 降低资质 财产罚 罚款 莫收非法所得 非法财务 精神法 警告 通报批评 一个是理论上的分类 学者们给它下的 这个 称为 那不同的教材 有的叫精神法 有的叫 申戒法 那教法还不一样 你关注的是法条 随后我们 考试会经常考 行政处罚的种类 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什么情况下 是需要听证 行政处罚需要听证的 税务行政处罚需要听证的 去年我们就直接考 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你看这些分丢掉可不可惜 两分 一定要注意 这些都是需要掌握的 法律可以创设所有的行政处罚 种类 行政法规呢 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限制人自由不行 限制人自由是法律保留 其他都可以 地方性法规 限制自由的 调调营业制造的不行 其他都可以 那么规章呢 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啊 他自由是什么呀 警告通报批评一定额度的罚款 这个规定的种类比较少 罚款的额度 如果是部门规章呢 国务院决定上线 一定罚款是 自治区之下人大常会来决定上线 要注意这个设定权 好 那么本单元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